8月3号朝鲜试射导弹 仿佛掀开了另一波亚太军事部署 朝鲜的这一射导弹坠入日本专属经济区 日本强烈谴责 还在同一天宣布新内阁阵容 委任鹰派领袖出任国防部长 而另一边乡 韩国以朝鲜核导弹威胁为由 部署萨德防疫导弹系统 不过这引起了中国不满 炮轰这样破坏了地区安全平衡 中韩关系急转直下 不听话的朝鲜复杂化了亚太局势 各国借机加强军事防卫 可怕的战争还会远吗 朝鲜的一颗导弹会不会掀起骨牌效应 甚至开启一场战争呢 这场看似朝鲜和日本之间的斗争 背后还牵扯着多少个国家呢 中国的东海海域硝烟四起 我们马上请出特约嘉宾陈日嘉博士 来分析整个局势和各国的军事力量 欢迎陈博士 我们先来讨论这个 让日本显过剃头的朝鲜掳洞导弹 那资料显示掳洞导弹的射程 大概是1200到1300公里左右 那这一次朝鲜是射了大概1000公里左右 应该算是发射成功 那日本方面就是说 朝鲜的导弹技术已经是一日千里 甚至拥有可以射程上万公里的导弹 那其实你觉得朝鲜真的是那么可怕吗 还是日本其实只是夸大其词而已 我觉得对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这样来看 这一次的射射 其实它是射射了两枚的导弹 一枚是在空中就已经爆炸 另外一枚是飞了大概1000公里左右 那我们对于日本的这个能力 我个人觉得日本方面的这个报导 它的真实性可以高达八成 那主要的原因第一最重要的就是 日本自己本身呢 他们也拥有火箭技术 那火箭和导弹技术基本上相差不远 那所以就变成说 日本他们只要通过这个 他们只要有这些资料 他们自己也可以知道 比如说这个北韩的这个导弹的技术 其实到底是可以飞多远 然后他们的从这个 比如说从火箭的末端的这个火源 你也可以探测到他们到底是用什么燃料 大概可以飞多远 第二就是讲说日本自己拥有非常强大的政策能力 而且他们最重要的就是 他们还可以和美国分享这些资料 所以就变成说在这种比较的情况下 他们可以对这个北韩的火箭的这个技术 有这样的一个肯定的这个答复 另外一点更重要的就是 就是根据这个一般上国际的四射的 这个所谓的黄金指标 或者是一个参考点 一般上这个四射中的导弹 他们不会飞完整个 他们所可以去的射程 因为你不能够让敌方国家知道你的那个底牌 所以一般上大概去到三分之二左右的时候 他们就会停下来 就会让这个导弹自毁或者是什么 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清楚这个导弹的能力 所以朝鲜他这一次这样发射是什么目的 我个人觉得他其实就是很明显就是要做一场闹剧 就是抗议一下 大家好像遗忘了我 对对对对 就是一般上他的那种就是 我不满意你我就让你吃一个导弹 或者让你看一看我的能力 秀一下给你看我能力到哪里 但又不把底牌完全掀出来的意思 而且我看应该是朝鲜应该是非常的不满 在这个美韩在韩国设立的这个萨德导弹系统吧 对对对 应该是主要的原因之类 对对 其实这个萨德系统到底他除了拦截反导弹之外 他还有什么用处 其实我觉得重点是在这个萨德 很多人就是以为说 它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导弹武器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 其实它并不这么简单 因为其实这个萨德武器 它完整的名字是末端高空的这个防卫 那换句话说 它其实是用来防卫 比如说短程大概是1000到2000公里的导弹来袭 从高空来袭 可是这个导弹它其实本身 它其实一点都不危险 因为它其实并没有炸药 它主要是用这个非常高的速度 来把来袭的导弹把它给打下来 可是问题的重点是 这个导弹系统它所使用的这个雷达 因为它的这个雷达有非常强大的这个政策功能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我们部署在这个韩国的话 它对着这个北韩的话 它会超出它原有的那个区域 于是会造成不少的国家 就可能会侦测到中国 所以中国就非常的不满了 对 但是按照中国的这个这样子一贯的那个脾性 它已经开始已经在抗议了 接下来应该不会这么快就散发甘休吧 我个人上就觉得说这个问题就 这个问题其实就非常重要 是要看这个韩国和中国之间的这个互信程度 到底是在哪里 因为这个防空雷达 这个防空雷达像刚才之前所说 它政策范围非常的大 而且非常的 它其实是深入到美国东北部的一部分 那样的话就变成说 你只要在它的政策范围以内 只要中国有任何的这个导弹试射 或者是比如说飞机场的飞机场 甚至是说有这个军事的飞机起降的话 韩国方面都可以把这个 了如指掌 对 了如指掌 那换句话说 是否等于说美国也会和韩国 共享这一方面的资料 所以就变成说这个是被中国视为是 你对我的这个国家的另一类的这个政策 不友好的一种政策 但是如果中国持续和韩国对峙的话 那其实美国会最后成为既得利益者 我个人的看法反而是不太一样 那我的看法是说 在这个事情上 其实韩国有一个很好的立足点 它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我部署这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北韩不断地试射武器 而且还拥有这个传闻中的核武器 那中国作为北韩最坚定的一个盟友 它并没有能力去牵制这个北韩 所以我自己来做事情 所以我自己必须要防卫我自己 我自己必须要采取一个手段来保护我自己 我不能够再依靠你来牵制它来保护我 那从中国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韩国如今有这个战略性的防卫武器 不是战术性的战略性武器的话 就变成说你其实你跟美国的那个战略性的 已经提升到一个战略性的关系 那对于中国来说 他们这个也是他们不想要看到的 所以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反对这个萨德系统武器 其实不仅仅是在军事上 它是要反对这个就是所谓不友善的政策 它其实也在战略上是希望是讲说 它能够把韩国拉往它自己的方向 不让美国和韩国成立一个 所谓的盟国之间的战略性的军事的关系 那果实你现在看整个局势好像是硝烟四起 好像是要开战这样 其实这是不是大家只是虚张声势 其实台底下还有很多的那些外交管道在处理掉 当然这一个是当然 因为一般上可能一些国家 他们会采取一些比较公开式的一些抗议或者是反对 可是外交的管道从来是不会关闭 就像即使在这样 比如说当年伊朗和美国关系交恶 他们依然是有非正式的外交管道不停地在谈判 那像现在的这一个情况 我觉得最大的最重要的就是 韩国它有自己很好的一个绿组点 我就是要保护我自己的国家 不要让韩国的袭击 可是另外一方面 它也就是要让中国知道是讲说 我要做这个东西 除了是因为你做不到以外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我自己有必要去采取我自己的行动 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我通过这个武器的软体 把这个所谓政策的范围 把它稍微的缩小 尽量不把这个中国牵扯在内 那当然这个会不会被中国所接受 这个当然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像刚才所说的 并不仅仅仅是一个军事上的问题 另外也牵扯到战略上 而且还必须考量到美国那方面的需求 对 所以接下来可能就是外交纠纷 可能会大于这个军事上的纠纷 大家也不必再担心 我个人上的看法 反而是觉得说 不会牵扯出非常大的 这个外交上的纠纷 毕竟在这个半岛上 中国和韩国的关系 和这个南韩的关系 是不可能也不可以闹将 因为到最后你受影响的 其实不仅仅是这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 还牵扯到就是这个整个东亚的局势 其实听起来事情也没有想象中的复杂 就是如果韩国和中国之间 可以好好地坐下来 谈出一个共识的话 美国可能在这场纠纷之中就没有细唱了 我们继续观察两国的这个外交 会把事情带有什么结果了 我们今天谢谢陈博士 谢谢博士